中国每年一度的清明节是传统上败祭死者的日子 但同时也是中共的高度敏感时期 在清明节前后 中共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打压 强迫民众遗忘伤痛 但民众表示强迫遗忘只会让人更加思念 清明节前夕 中共就如临大敌 各地的维权人士都被打招呼或被喝茶 所谓的一些敏感地带也被实施严密监控 北京是中共维稳防范的重中之重 而天安门广场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神经地带 4月3号 有人网上号召市民弘扬四五精神 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 呼吁自由 民主 而中共在2号就提前进入最高戒备状态 广场四周设立固定监察卡 军人 警察 保安以及便衣 密切监视所有进入广场的行人 我们去那时候就是八点多嘛 八点多去那时候人都很多 天安门广场每一个人进都要安检 收你的包 细胞里只要看有上方材料 都不让进 我们要强劲 他们就必须叫我们去天安门升级 天安门升级他们就要对当地要接走 接走回家就去 22年前天安门广场留下的八九学运翻翻雪泪 人们至今没有忘却 但中共还在掩盖犯下的罪行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从3月30号起 在六四惨案中失去一条腿的北京裔人士 齐志勇再次被警方24小时软禁 另外 北京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多位成员 清明节期间都会以不同形式祭奠自己的孩子 当局也派人跟踪 在北京的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 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家 他因为不愿意镇压学生而被迫下台 据说今年有上百名民众前去拜祭赵紫阳 因为他这个人对于他一些基本权力的渴望 这个是天赋人权 现在就是一味的拖延 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只会激发 就让大家对这个更加失恋 而不会是说有个所谓的遗忘 而且不会 3号 湖北维权人士姚立法 想去祭奠自己的母亲 也遭到当局的阻拦 我的门口是24小时有人 每一班是三个人 一出门的话 当然就被这个在门口的话 就被共产党安排的那些监控我的人 他说不行 我们骗什么不行 他说我们的算计说不行 姚立法说 从去年10月19号到现在 他被当局非法绑架 关押10次 累计有51天 姚立法是中国民间的选举专家 他认为 中共的所谓民主选举制度是虚假的 他一直致力于改变中国的这种现状 另外据报道 在清明节期间 上海 杭州 贵州 重庆等地 都有公民遭到非法软禁及传唤 所以说他就当局的这个疫苗政策 是已经得到了彻底的失败 民间社会也在成长 大家对历史的真相 和对于自己的自身权利认识也在增加 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 三年前遭到地震劫难的四川汶川 这几天在北川老县城的街道上 每天都有几万民众前去献花 祭典地震中被夺走生命的亲人 而当局安排的军警人员在场全程戒备和监视民众 当地人表示 不管过去了几年 失去亲人 心里都会想起 新唐人记者 长春 李静 周平采访报道